另外一個專案也是我本人最喜歡的專案 因為它簡單的說 它叫做不愁照護的人生專案 不愁照護的人生 答對了 它也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135年台灣的福老比是3比1 福老比就簡單的說它叫銀色海嘯 那這個海嘯是怎麼形成的 它是因為透過小子化跟老女化 形成這個海嘯讓大家很擔憂 那台灣只不過是這個海嘯最嚴重的國家 怎麼說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個數字就夠了 台灣的生育力這樣一對夫妻剩不到一個 全球最低 這個這個數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銀色海嘯這比較嚴重 然後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一下 你媽媽應該是50還是40年在 50 50對不對 大概是兩到三個對不對 對 到你會生幾個 到差不多兩個 到你兒子會生幾個 到我兒子 一個 對 越生越少對不對 對 所以你知道嗎 由於越生越少少子化 讓人生的風險不是死亡 其實人生有兩大風險 一個叫看護的 一個叫氣養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看護的風險跟氣養的風險 是放在一起的 我們來看看看護好不好 看護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目前在雜誌上 我當護下來的很簡單的 反正只要家裡有人需要看護 他們的婚姻九成會出問題 然後不是殺爸爸就是殺媽媽 那最重要的是照顧的人其實都先快倒下了 結果兩個生病人都不知道怎麼去照顧自己 都不知道了 然後看護的人為什麼會倒下來 最主要的是他們每天要 要是10小時喔 都要做這些動作 讓他們精疲力精 所以你會發現到 政府真的已經重視到這個問題了 真的重視到了啊 他們重視到這個問題 於是他說到底金融喊笑 到底一次喊笑 當中我們該準備什麼 好 該想準備什麼 好 退休金 醫療金 看護金 嗯 相信退休金我們都常聽 對 醫療金我們很早就準備 都在做準備了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看護金是以前要買都買不到的 所以這後兩三年 看護金真的是 就是看護金真的是崛起了 為什麼 因為透過少子化 看護金就被重視了 然後政府就這樣剛剛說 他也都被重視了 政府說 在去年的一月說去年一月喔 他說 嗯 好吧 把他納入常刊的費用裡面好了 那 就像健保一樣 人人都要繳錢 可是你知道嗎 他才在想一年而已 這樣他說 趕快上路 趕快上路 他確定了 他106年他要上路 然後要叫我們自己繳200到300 可是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非常隱憂 200到300 到底有什麼看護可以給我們 對啊 感覺蠻少 感覺蠻少 對不對 繳那麼少的錢 真的不會有太大的作用的 所以人人都已經危機到 自己要準備什麼 看護 看護錢 所以我們又把它叫做 瑪莉亞 寶丹 而且要提前準備喔 那目前到底市面上的看護長什麼樣子 我給他跟你做簡單的介紹好不好 好 來 首先我們拿在這個市面上的看護呢 它分成三種 嗯 有範圍很小的 就針對七八項 甚至可能頂多到十多項 嗯 好 一罹患的 要對準的才會理賠 看護血 要嘛就是針對情外勞的 嗯 八字兩表 好 你要符合這個六項 的其中幾項 三項 好 才能申請 那當然我坦白說 這都不是我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大範圍 也就是說 我只要是符合症狀 然後呢 你用症狀來確定我符合 你就開始給付我看護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會 會齁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給你介紹的是 目前我們不愁看護人生這個專案 裡面的一個計畫書 好 那這個計畫書 我先簡單的用 30歲的女生為例 好不好 好 30歲的女生為例 她繳20年就好 然後她給她的保障 就是一百萬 嗯 好 一年的保費只收她兩萬八千二 也就是她平均一個月不到兩千五 好 這樣子數字OK齁 可以 然後這個不愁看護人生專案 為什麼我說她很棒的原因是 剛剛還記得銀色海嘯需要準備三金 退休金 醫療金 抗護金 抗護金 對不對 首先我們針對第一金叫做退休金 到底這個裡面有沒有 好 來 我一年大概兩萬八 打個折扣算兩萬八 對 20年下來我總共存多少 55萬 55萬加計56對不對 對 你幫我看一個齁 25年的她 一樣我好喜歡看解約金 16萬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錢 跟放在這邊 就是我的存的錢 跟她的解禁有沒有差不多了 有 所以表示我的錢有被花掉嗎 沒有 沒有 所以這筆錢真的老老實實 我把它給存下來 然後把它隱藏起來 正在我退休的之後 如果這樣的狀況發生 這一筆錢我可以動用它 這樣好不好 好 那之後呢 我們說第二筆記叫做醫療金 那它有沒有 它真的有 這個叫做老年住院提前給付薪 在69歲過後 他說我趙玉珍如果69歲 因為疾病或意外導致著住院 他不管 住院一天就給我3000 兩天就給我6000 10天就給我3萬 3萬 那什麼叫提前 你知道嗎 他讓我最喜歡的是 其實69歲後的 我不需要這100萬的受賢留給我家人 所以他說他把這100萬 換成病房費給付給我 也就是說 如果我住10天 他給我3萬 我就閉上眼睛了 我的家人他可以拿到 100萬減掉3萬 所以他們還可以拿到97萬 那也就是說 他說如果我6、9歲後我住很久了 這一100萬都是誰用的 自己用 都是我照一天用 這樣好還是不好 很好對不對 然後當然 他的裡面又涵蓋了一個 我們過去要買都買不到的 開戶籍籍 怎麼定義 我用三級禪的可以說好不好 好 首先呢 他就分成症狀嘛 那我們先看神經好不好 好 這部分我最喜歡講的是三級禪的這一個 中樞神經有障礙 終身不能工作 可是可以怎樣 自行料理 好自行 自己照顧自己 像不像中風 中樞神經有障礙 然後不能工作 沒有要用它對不對 對 可是抖著抖著還可以換個衣服吃個飯 對 這叫幾級 三級 與失物 他就要每年給我多少 每年十二萬 十二萬 平均一個月一萬 這個會從這百萬到扣嗎 完全不會 他會給多久 會給一輩子 然後我剛剛還忘記告訴你 一旦全產發生 這筆保費不用再交了 他的保障就繼續給我 保費不用再交 恐怖的是 那個退休金不能少 他既然會告訴你退休金持續增加 所以覺得好還是不好 好啊 所以這個商品 為什麼叫做不愁照顧的人生 因為它完全符合 影射好一下需要的三樣面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那 它最大的價值 我再跟你說 說個比較簡單的 如果我單獨 我們以前沒有這種商品 我單獨要買它 我光買一個售險 我可能要花三萬塊 我光買開戶要花一萬三 我光買一個東西要險 我要花這個錢 加起來 你知道嗎 這邊大概就七萬 對 可是我剛說一個三十歲女生 她交花多少 兩萬八千多 對不對 所以對她來說 我用兩千四的價值 一年保費不到 大概兩萬八 我可以去買到七萬多塊的價值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好 那有人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她現在這麼便宜 過去癌症型不用便宜 過去便宜 過去便宜 現在 貴 你也知道貴 你知道她有多貴嗎 跟你講一下你就知道了 來 這個是我們一個同事 她在二十三歲的時候 一個男生 她在二十三歲的時候 她買了一個癌症型 當時她買的時候 我們的衛生署的數據是說 十八分鐘會有一個癌症 然後隔了幾年 不用多 隔了十五年 十五年 來到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同樣是一個二十三歲男生 她說 我要跟這位先生一樣 買一個六個單位 六個單位喔 然後她當時是三三零六 然後我現在要買的喔 你知道她說 我要花多少錢嗎 一二八五八 整整多了幾倍你知道嗎 多了四倍 四倍 可是她真的只有四倍嗎 再告訴你好不好 來 她只要繳幾年 二十年 就終身 她只要繳到九十五歲 沒有終身喔 所以就是說 以一個九十五歲 九十五歲減掉二十三 她整整要繳七十二年 她只要繳二十年 所以她足足要多繳她三倍 對 所以 保費跪四倍 繳費跪三倍 對 總共幾倍 十二倍 十二倍 只是因為數字從十八換成七零五 分鐘 那同樣的 我再告訴你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我們的福老比 是將近七個要扶養一個老人 嗯 我們不用多 再隔二十年就好 嗯 變成三個要扶養一個老人 數字也都攀半 她也攀半 你認為保費還會那麼便宜嗎 不會 不會 不會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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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